大批远警将男子团团围住 男子气急败坏 游泳才游到一半 就被远警制止 当场收到一张违规单 游到大岛去 在这个防波堤的地方 游到大岛 原来金融市政府17号宣布 关闭各风景区 在万木山海信游泳池出口 都拉起了封锁线 禁止民众下水 但这名男子没有遵守防疫禁令 下水游泳 被警方当场开单 他是通知书 通知书啦 他说一万五千年 而就在相距一百公尺的万木山礁石区 钓客幽行的垂钓 身上不但没有穿救生衣 就连脸上都没有戴上口罩 被海巡员当场劝导 怎么不戴口罩 口罩带起来 口罩 你再盖一下 要盖一下 基隆市政府公告 从25日起 第二类渔港禁止垂钓 万木山渔港防坡堤 一个人影都没有 而距离不远的万木山礁石区 属于公共区域 海巡员员只能劝导 不能强制驱离 防疫期间 民众尽量别出门 好好待在家里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导 稍微将其所谓的